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次我们开始讨论神的属性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神是什么样子的神 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怎么了解 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 那么我们讨论过这个观念 然后我们也依照改革中基本上的这种趋势 就是把神人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组织的一个因素 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我们就看了 上帝跟人之间 从一个角度来讲 神跟人之间有一个鸿沟 因为从上帝的本质来看 人跟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跟他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是不可传的属性 神的不可传的属性 换句话说是人和其他创造之物都没有的这种性质 都没有这种特征 那么另外之后的话就是讲按照神的位格 人是有位格的 神是有位格的上帝 然后我们关于那一方面的属性 我们就称为说是神可传的属性 那么我们上次谈到神不可传的属性里面 谈到祂的自由 谈到祂的永不改变 那我们今天继续就在讨论他不可传的属性里面 第三点 我们讲上帝是无穷无尽 上帝是没有限制的 在祂的无穷无尽 没有限制这个主题之下的话 我们还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看 一个我们讲上帝的无穷无尽 就是上帝是绝对完全的 上帝祂是没有缺陷 祂是绝对完全的 祂是absolute perfection 那么在《月博记》十一章第七节 那边到第十节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 这里说 我按照这个现在的新一本 神高深莫测之事 你怎能查出呢 全能者的终极 你怎能动习呢 祂的智慧高于诸天 你能做什么呢 比阴间还深 你怎能识透 祂的智慧比地长比海宽 祂若过来把人囚禁 招人受损 谁能禁止祂呢 因为祂认识虚晃的人 祂看见欺诈 怎能不见诈 这里有好几个 比较像尸体的这样形容 上帝的无穷尽 上帝的不可测透 那么诗篇的第143篇 145篇第三节讲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战 每七大无法测度 上帝的大 祂的无穷尽 无法测度 人没有办法测度 可是在马太福音里 第五章第48节里面讲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 这个境界在那里很有意思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 在过去的这个理哲学家 在过去的世代里面 他们就是对于上帝的事情 发展出一些理论来 有的人说 上帝是完全的 人是不完全的 那么这个完全的神 跟这个不完全的人中间 不可能有沟通 就是说是人 一个有限的软弱的人 没有办法 不可能去真正认识神的 那么这样 这种理论叫做理神论 那么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甚至于到二十世纪的话 在英国的教会区的 很盛行这种理论 就说是上帝造世界 像一个瑞士的钟表家 做手表一样 做完了以后 就让这个钟表自己运行 其实就是谁去上罚条的 那么有没有太阳能的 等等的 那么这种 可是他们就讲 钟表 上帝造好这个钟表 造好这个世界以后 他就让它自己运行 神就在这个宇宙之外 人是不能够达到神的 那么这个地方讲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 假如说是人跟神中间 是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 没有一个了解 没有一个沟通的这个警戒的话 那这个理神论就是对的了 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完全像天赋完全一样 那么就代表 神的完全跟我们中间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 其他的一些经文讲 我们不能够撤透 我们不能够完全地了解神 这个我们在起初的时候 就讲了上帝是 incomprehensible 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上帝的 可是因为上帝向我们提示了 我们可以知道神 我们跟神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学说叫做泛神论 就是说这个宇宙的总和 一切东西的存在 总共加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神 这个是比较东方的一种概念 东方的概念 跑到西方去 正式地成为一个学说 那么我们看到印度教 这个佛教 整整后面背后的 那个醒而上学的 那个观念 就是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是这个 是这个 总和是上帝 那么上帝是 在这个宇宙当中 他并不超越的 那我们看见 这几节经节我们也看见 上帝是我们 他不是 阴间的深处等等 不是我们能够测透的 这不是宇宙的一部分 上帝是超越这个宇宙之外的 他是完完全全的 所以呢 我们看见这个绝对完全的 基本上说是 没有东西限制上帝的 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的缺陷 上帝有无穷尽的潜力 他要做的东西 他都能够做 那么至于他愿意做什么东西 那是上帝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们看见上帝的绝对完全 中间包括 他有无穷尽的潜力 他没有限制 他没有缺陷 OK 那么他是超越我们的上帝 也是居住在我们当中的上帝 OK 这是圣经自己的话语 他既然在万物之上 他也在万物之中 在万人之中 这是一个 他无穷无尽的话 上帝没有限制 他本身的这个能力没有限制 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观念 你们讲的是 无穷无尽里面 第二个观念是讲的永恒 神是永恒的 那我们看几段这个经文 诗篇第九诗篇第二节 就是诸山未曾出生 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根古到永远 你是神 就是从根古到永远 这个观念你是神 OK 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出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个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这个观念 那么另外一节经节 就是说 你们不要忘记 这个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八节讲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这个观念 就讲换句话说是 这个永恒的观念 不是一个直线的 从无穷的过去 到无穷的将来 不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观念的话 我们都很难了解的 什么叫做无穷的过去 什么叫做将来 什么是开始 什么是将来 这个永恒这个观念 永恒这个观念 在哲学上面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哲学宗教上 都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上帝的永恒 是他在 他跟时间的关系 他是超越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 我们所体验的 人所体验的 这个时间的观念 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 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 上帝是同时造出这样子的宇宙 在这个时间跟空间之下运行的这个宇宙 可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 他却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超越这样子的时间空间 那么 这个有人问 说是我们基督 基督徒将来得救了以后 到了新天新地以后 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变成永恒的 跟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还不是 万句话说是 我们有一个开始 这个是 我们有一个开始 我们不是从过去的 这个无穷尽 我们没有过去的无穷尽 我们在某个时刻中间我们出生 所以我们以后呢 耶稣基督再来 带进新天新地以后 我们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时候的话 那也是个时间的延伸的时候的话 它不是这个永恒的观念 只有上帝是永恒的 他是超越 超越这个时间 不被这个时间限制的 这个东西对我们要体会的话 它不是一个容易体会的东西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 这个地方讲到上帝的无穷无尽 那么跟这个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第二个属性 我们讲它的永不改变 这个永恒跟这个永不改变 观念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我们再重复了 它同样的东西再重复讲 它这两个观念中间有什么不同没有 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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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